球都這麼多材質的廟都沒感覺 你可能是沒有先把五窮送掉 重點是上次送完窮 球到四個身背後 打麻將是真的很有感覺的 不過這間廟非常講究參拜的順序 大家也不想要拜錯佛神托窮 那到底要怎麼拜 跟著我們一步一步來吧 我們今天來到了位於大溪區的 情婦送窮廟 一年再過年的時候有來借錢 那我們想說今天就來還錢 順便再借錢 重點是 上次 拜的步驟完全錯了 你知道我們是有看到人家說 他是有一個步驟要走 我們一定要先送窮 以後才能贏父 我們剛剛只有贏父沒有把窮送掉 你不知道最近好像誰誰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贏父送窮廟他拜的步驟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進去要先從右邊進去 右邊進去的意思就是我們要去送窮 然後我們從廟裡走出來以後呢 就是贏父 那我們現在就先進入口 8 GO 我們要先進化一下 撥一下原寶貝 然後一樣就是往右邊進去 我們先去買那個金子 在那邊 我們這樣就算送完窮了嗎 還沒啊還沒 那個就是要買金子啊 書文區有椅子有桌子 然後有飯本有筆跟印尼 寫完之後 把這些放在桌桌上 然後再點箱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這樣就是三百塊 對 每一張都要寫上自己的筆子 跟蓋什麼 那農曆的話上面就是這邊都有寫 啊一、二年就是快貓年這樣子 知道幾歲的隨便有寫 好 對啊 第一張王菩薩的神王眼 一棒左右兩側 不夠的 然後 職工奏 整個正常 就是這樣 職工奴 職工奴 我們等一下會先去拜 職工奴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就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好 我們現在拜完了要去寫送錢 然後讓那個季工幫我們把那個晦氣散掉 她剛剛說男生要蓋桌子的時候 女生就要蓋桌子 我就蓋上衣服蓋 她好像看我的牙齒說 女生從上到下 從內到外 好 我們送窮玩具 去贏附她 女生親啊 就是假設說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啊 或是你有借過錢你要去贏附要管規的話 一定要先在她的左手邊 添寫一個黃色膽子 無路招財前的借財方法是一次值六個杯 那一杯的話是58元 那如果值到六杯的話會有一大紅包在金牌裡面 需要注意的是紫色杯是天空杯 不算像財神界限 除非六杯全開才算金牌 像我就是值了五杯 但是有一杯是天空杯 所以只算四杯 你好多喔 我有 我全部都中 對對對 我得上去撥去哪 好 我得上去撥 那是不是不想借我啊 你都亂花錢 我都亂花錢 把錢都去哪裡 記得 我要記得過 謝謝 太多了吧 謝謝 那我幫你拿吧 那 丟完田之後就可以到鄉武用左手 順時鐘繞上圈 讓省力駕駛一下 這邊也有提供球簽的服務 你只要帶你的名片 像我們是直接用YouTuber的手機封面 然後球簽要注意的是 你要先跟神明寶貝說 這個願望是不是可以給你錢 然後在抽籤的時候 在寶貝問說這個錢是不是你 需要連續寶三個行為 才確定這個錢是你 不然的話就要重新求籤 是耶 整個都是喜歡 好 我們去看一下 OK 錢是要給我們什麼指示 好緊張 感覺是好的耶 我是第一錢耶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輕易放棄 好適合我們現在 我們真的不能輕易放棄 有最愛輕易放棄 就在講你 穿完球 野球還發達型之後 就可以把剛剛買的金子拿去燒給神明了 對 你要從那邊走啊 要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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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好 至於為什麼要走過五色聖杯大道 老一輩的人是說 走過聖杯大道 由淫婦們離開 可以一向光明富貴的璀璨 好 富貴帶回家 回去之後 記得把球來的發財金存到殘留的璀璨 讓錢滾錢 至於沒時間離開的話 可以去全民的EBA體 真的超級方便 喜歡這個油脂的操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錢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再見 再見 再見